好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decoding的strategy 也就是decoding的algorithm decodingalgorithm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呢假设就是我们已经given了一个 已经train好的一个lange model 那在大家的作业里面 大家会直接用一个pretrain的t5 那t5是什么 我们之后呢会再详细的讲 不过你这边就把它知道 它其实就是一个已经训练好的encoder decoder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它decoder这边 然后来做到你generation这个能力 好 那这边的decodingalgorithm 它只是在决定说 我们要如何选择 现在要产生的哪字是哪一个字 因为呢你现在放进去之后 你得到一个几率分布 decode出来的一个几率分布 那从这个几率分布上面 我到底要产生哪一个字才好呢 我们就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decoding的方式 那最基本最naive的方法 就是我们就直接找几率最大的那一个word 当成是我们要output的对象 就是agmax就是greedy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时间 我们第一个时间点放进去之后 我们产生出来这个distribution 我们会直接agmax 然后取几率最大的这个字 接着呢下一个时间点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字挥进去 然后呢一样得到distribution 我们在agmax 以此类推 可是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显而易见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做的optimization 这边都是local的optimal 所以实际上它并没有整个sequence 它上面去做optimization 所以这个整个的information 是没有办法backtrace到整个sequence上面的 那这大家应该也很好理解 我们如果想要找一条好的sequence 就是我们要output一条好的sequence 也就是我们想要matimize这个整个sequence 它的几率嘛 那这整个sequence的几率 就像是在这条这个树状图上面 我希望找到pass最高的这个几率 那找到pass最高的这个几率 难道我local的一直找几率比较高的 我就可以reach到几率最高的这条 global的pass吗 其实是不行的嘛 因为这边的localoptimal 不一定可以induce你最后的globaloptimal 举例来说 我们一开始看到a跟b 我们现在会选了a 因为a的几率比较高 然后呢我们却走左边这条路 那接着我们就找到这一条abb 是目前我们一直找几率最大的 然后得到一条还不错的pass 但然而bbb可能是一条更好的pass 因为呢后面的这个几率是0.9 这边也是0.9 所以global的optimal其实是bbb的redpass 但是呢你local的optimal 你其实会走到的是abb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现在只是output只有ab两个token 当你一个时间点你的token数量 其实是等于你的vocabulary size 所以你的vocabulary size如果是1万的话 你每一个时间点就有一万个选项 那下一个时间点你就是1万的二次方 如果呢你总共产生十个字 那你就会变成是1万的十次方 非常非常的惊人 这个completity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check所有可能的pass 它的几率值 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reasonable的情况下 找到globaloptimal的这条pass 所以这是greedix的情况 我们可能会产生的结果 那这边前面是一个contest 我们把它挥进去 那这边其实是在讲类似一个故事吧 就这个他起床然后走下楼梯吃早餐等等 做早餐 那可以看到他接下去 发现他还在看newspaper嘛 所以就看到the half direct new york times 然后你就会发现用greedy这个方式 常常就会产生重复非常高的这种句子 那是为什么呢 怎么办呢 刚刚提到因为我们产生local的optimal 他没有办法guarantee他是global的optimal 那我们能不能够稍微找到几率稍微比较高一点的pass呢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次把所有的pass的几率都追踪下来 我们能不能够至少追踪多条pass 所以呢 beamsearch其实就是我每一个时间点 我追踪目前最高分的k条 然后我就比较有机会去找到一条 比global optimal更好的一条pass 以beamsearch等于2 也就是我每一次追踪现在几率最高的两条 所以一开始两条路 a跟b我们都会保留下来追踪 接着呢 我们会发现ab跟bb是目前几率比较高的这两条路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条路继续保留下来 接着我们就继续追踪 然后就会发现abb跟bb这两条是目前几率最高的这两条路 最高的两条 所以我们就会到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bbb它的机率比较高 所以我们最后就会选择bb当成我们的output 那这是beamsearch等于2的情况 如果是beamsearch等于3 这边也是一个例子 每一次追踪三条 然后到这边红色的部分就是几率比较高的有保留下来 继续被追踪的状况 好 所以你的complexity现在每一个时间点就上升到 从追踪一条变成追踪多条 那这个数量呢 其实就跟bin size的数量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知道越小的bin 你就越接近greedy的状况 也就是bin size越小的时候 你比较没有办法找出 global上面就比较大的sequence 所以比较容易产生grammatical的output 或者是比较不自然或不正确的一些output 然而bin size很大的时候 我们虽然可以解决上述这几个问题 可是我们就会上升它计算的复杂度 因为我每一次现在要保留的这个pass的数量 其实就变成k倍 而且也有可能导致其他的一些问题 像是在比如说 chatting这种dialog的generation上面 我们其实希望我产生的这些output 不要太过general 但是如果bin size一大 就有可能会选到很general的这些句子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这边呢 这个user说 i mostly eat the fresh and raw debt so i save on grocery 我们看到bin size从1到8 从1的时候 当然就会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重复性很高 然后可能不太通顺文法上面有点问题 但是当你上升bin size之后到6以上 就发现他的回答非常的general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就并没有什么topical上面的关联 原因是因为这些句子 可能他在整个dataset里面 他的几率就是global来讲很大 但是他并没有考虑他condition的这个 他们condition在这个input上面 到底是不是relevance的程度 他只要他的几率高 可能就会被他选出来 所以当你的bin size设太大 其实也不是那么适合 所以越小的bin size 可能会比较focus在topic上面 可是就有可能会不太通顺 然而bin size太大 虽然很safe 但是我们太general 可能也不符合我们的使用情境 所以我们根据我们不同的task 寻找一个适合的bin size 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都要去直接做一些实验做测试 那在这边的这个自动继续generate句子的 generate这些文章的这个case上面 你会发现他其实还是会有重复 一直重复的这个问题 虽然我已经让他稍微找到 几率值比较高的叫pass 可是他还是没有实际上解决到我的问题 为什么呢 接着呢 华盛大学他们就有分析这样子的问题是来自哪里 他们就寻找了用bin search产生出来的句子 所以在这边呢 是每一个tie step 然后他会选的这个字 他的几率 你会发现他选的这些字的几率都是偏高的 所以呢 这边是machine generate 他其实都是几率非常高的 然后flat 但是如果是human在产生句子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会产生几率非常高的一些句子 他有的时候会使用几率其实非常低的句子 所以他考虑的时候其实是 人在产生句子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说这个字 他产生几率是高海低 他考虑的其实是一个global这个sequence 想表达的一个内容 所以他们认为说 我们一直在寻求 几率最高的这条pass这件事情 可能不一定是很合理的 maximization这一个sequence probability 这件事情可能在generation上面不一定是那么适合的 因为呢 现在的language model可能大部分都是highly rely on attention机制 也就是我们用transformance来做language modeling 所以呢 attention机制他其实会focus在一些重要的词汇上面 那这些focus的这些 我们称他为对他来讲在generation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bias 因为他会强调这些重要词汇 反而会造成你会一直repeat同样的output出来 所以呢像这种在entropy比较高的情况 尤其是就是entropy比较高就是 现在比较uniform一点 那他产生出来的这个output 其实就变得很不合理 因为就会变得太多太太论冷的太多 而且也有人提到说 人在产生句子的时候 其实根本就不是在maximize的一个几率 他们只是在achieve一些go 想要表达一些内容而已 所以我们用机器的那个maximize的probability的方式来思考 可能不一定符合人在做generation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才会有distribution上面有这么大的差异 那怎么办呢 大家其实也没有其他的好方法 于是大家就想说 那既然人有的时候会用几率比较低的 有时候用几率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不如就让这些随机性放进我的模型里面 让他用sampling的方式 我们的这个distribution只是提供给他一个prior 让他从这个distribution里面做sample 所以你会有比较高的几率sample到几率比较高的那些token 但是你其实也有机会去sample到几率很低的那些token 那用这个方式我们就random的从我们产生出来的这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上面做sampling 而不是直接用archmax去产生output 那我们用了这个sampling的做法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让他的output变得稍微比较diverse一点 然后也可以好像比较好一点的接下去不会重复性那么的高 可是你也会发现他有他的问题存在 像是canon and the title how happy has white rabbit been 首先就句子有点怪怪的 然后后面又提到一个white rabbit 然后又继续why is they declaring white rabbit 就为什么这个主题变得那么的奇怪 就是到底跟white rabbit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来自于long-tail distribution的关系 因为呢大部分情况 我们用我们的dictionary非常的大嘛 所以呢我们一定是 比如说假设一万个字 我们一万个字都有可能有机会被sample出来 但是有可能有很多字他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那他如果他被sample出来 你就会造成你整个句子的quality可能会变得很差 而且呢这个被sample出来的这个字 有可能后面的generation就必须要跟这个 你被你sample出来的这个字扯上关系 所以就会稍微有点偏离了 原本想要mention的这些topic 于是呢要怎么解决刚刚那个问题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我们就把后面几率很低的那些ignore掉 也就是我只concentred在top k 几率最大那些word来做sampling就好了 我不要考虑剩下那些几率比较低的word 所以当你把k设成1其实就跟greedy一样 就是你只考虑几率最大的那一个token 那如果你把k设成vocabulary size 你其实就跟puresampling其实就变得是一样的 那当你的k值越大的时候 你其实会产生越diverse的output 那当然越diverse也就越risky 因为你就越有可能产生一些几率比较低的一些word 那如果下降k的话 你可能会产生比较general 可是也比较safe的这个output 那当然它的diversity就会下降 因为你产生出来的这些字可能就会被局限在少数的几个candidate上面 然而你要根据你的task去决定 你要怎么去balancediversity跟safety 那它也是非常的重要 可能对于不同的task 我们希望它的diversity程度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需要的k的数值也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是同样的这个例子下面 top k sampling的结果 看到会比刚刚那个再好一些 就不会产生什么whide rabbit这种牛头不对马嘴内容出现 它还是会有某种程度上focus在它的那个newspaper啊等等 但是到这边其实还是有两个问题 那这个也是华盛大学他们发现的 然后他们也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好的sampling的方法 他发现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首先当我们这个distribution非常narrow的时候 假如说现在看到这一句话 这个context I ate a pizza while it was still 你会发现其实hot或worm是一个很自然而然会想要产生的下一个字嘛 所以这个distribution其实会变得非常narrow 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字上面 所以当你固定k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include到几率其实非常低 非常不太可能的这些字 所以你还是有可能从这边做sampling出来 所以当你的对于下一个字的content很高的时候 你其实会include到几率特别低的这些choice 那其实并不好 就会像刚刚我们说的 就会如果一sample到这些比较无关的字 跟几率应该要很低的字那就会变得不同顺 或者是他跟topping毫无关联 那另外一个面向当你这个distribution非常bore的时候 也就是she said I never 后面可以接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嘛 所以这个distribution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平比较bore 但是如果我们固定他的这个topk的size的时候 其实我就局限了他可以产生出来下一个字的内容 我就我的diversity其实就会被我固定的这个k给下降 所以当我的confidence比较低的时候 对于现在这个output confidence比较低 我其实希望他产生出来的这个可以上升他的diversity 可以考虑多一点的candidate 而不是只有这种少数很general的choice而已 因为如果我们固定的k我们产生出来的这些机率稍微比较高的 都是很general的这些词汇 那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当我们k是固定的 但是呢我们在distribution是narrow跟bore的时候 我们希望的k值其实是不同的 当distribution是很narrow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k比较小 我只根据比较少几率比较大的那几个 然后去做sampling就好 但是呢当你的distribution是bore的时候 我就会希望我的k大一点 能够include到比较多的这些词汇 让我可以上升我的diversity 所以同样的一个k其实很难在不同的情境下 做到不同的事情 于是呢他就提出了nuclear sampling的这个做法 这边的概念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市值 它这边定义的市值是这样子 首先呢given现在前面已经产生的这些字 然后呢我要去看说下一个字出现的几率 然后累加起来的这个几率 如果大于p 我就把它放进一个subset里面 所以呢它等于是固定了n 它等于是根据你规定的这个几率值 然后它决定一个现在可以做sampling的set 所以呢这个set它的数量会根据你现在distribution做调整 所以当你的distribution非常narrow的时候 你这个set可能就很小 因为你可能只有top1跟top2 你累加起来的几率就超过你现在设定的这个p了 但是如果它很broad的时候 你这边的这个这个subset它的数量会变得比较大 因为你可能就要累加到比较多个candidate 它才会累积到超过p的几率 那它会叫它nuclear的概念就是对于一个原子 它的原子核 它就是去定义这个原子核中间应该占有多少比例呢 假如说我这边占0.8好了 那就变成是如果它的少数几个就非常重的话 我们可能就include这少数几个 它就等于它原子核的这个重量了 所以我的bonder就设在比如说0.8 那如果有一些是几率比较broad的时候 distribution比较broad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include比较多 它其实才能够组合成它的这个原子核 所以这它取的名字算是有点fancy 但其实主要的精神其实就是累加后的这个几率值 超过p 我再把它考虑成可以做sampling的candidate 那这样子一来 它就可以动态的去expand或者是shrink它的top k 也就是我会根据我的distribution去自然而然的去改动这个k的值 也就是我这个set的大小 那这边就是用nuclear sampling导致出来的结果 你会发现它的结果其实是比刚刚的来的再更好一点点 那其实也在蛮多的task上面大家都有做过实验 是认为nuclear sampling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那效果是真的在human的评估上面是真的有比其他的来的更好一些 那大家在作业上面也会练习到 好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还要再提到我们的这个几率分布 通常我们的这几率分布我们一定是过一个softmax让它是成为 几率分布的output 因为我们每一个link model可能它估算的是一个现在这个自出现的一个score 那它因为它有所有的token它在vocabulary的token需要都要考虑进来嘛 所以呢它就会把它做一个softmax来让你看到这个distribution 是一个probability的distribution 但是呢这个softmax的值其实你也可以做一点调整 也就是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参数叫做temperature tow来去调整这一个distribution它的多尖或多平的这个程度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tow值很大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distribution会变得比较接近uniform 也就是比较平一点 当然最高分的还是同一个 只是呢它不会那么的尖 它会稍微比较平缓一点 那用这个比较平缓的distribution 你做后续的比如说sampling 你会让后续的sampling会比较容易sample去diverse的一些output 因为毕竟大家的几率就比较不会差异到那么大 那反之如果你的tow值设的比较低的话 你产生出来这个distribution就会比较尖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uniform 那这样子这个distribution产生的diversity就会比较低 所以在这边呢是你可以根据调整你的temperature 去微调你的distribution的样貌 那注意哦 这边的这个softmax temperature 它不是一个decoding的方法 它只是一个控制你的diversity的distribution的一个方式 那你后面可以接上任何decoding的algorithm 当然如果你接的是greedy 那其实你做这个调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最高分的还是会是同一个 但是如果你后面是有一些sampling的机制 会根据distribution 你做了这个distribution的这些调整 其实是可以让你后面的performance会有一点差异的 好 那接着大家其实还是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们 distribution 我们在做training的时候 既然 好到这边其实大家还有一个问题是 有人可能会询问到跟内心可能会有点疑惑 还没有办法完全被厘清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考虑decodingalgorithm这个方式 因为我们如果output的时候是一个distribution 我们难道不能在下一个时间点直接把这个distribution拿进来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根据一连串distribution去做 寻找应该要找哪一个sequence会比较好这件事情吗 为什么一定要每一个时间点一定要decode出一个字来做后续的考虑 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疑问 也就是现在我们刚前面我们一起来说的做法就是input进去context之后 第一个时间点我们就有一个distribution嘛 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distribution做一个decoding的alware人去决定说他现在要找机率比较大 或做一个sampling然后找出b 所以呢当我们决定了b是我们的output之后 我们就会把b放进来 然后再决定下一个时间点要predict出哪一个字嘛 是不是这是我们的precedure嘛 然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sampling出来的这个b 就是decoded出来的这个b当成input放进来 而不是直接拿中间的这个distribution拿进来呢 拿进distribution不是可以让这边的information稍微比较rich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你会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拿decode出来的这一个output 假设现在user说你觉得如何 那我们的tradingdata里面有agent就是machine说高兴想笑或者是难过想哭 有很多这样的data 好那现在我们放进去这个同样的context之后 那模型因为他在data里面看过高兴看过难过的级率可能是差不多的 好那假设说b跟a差不多没关系 好那假设说他现在学了b高兴 那我们就把高兴放进来嘛 然后再去估计下一个应该出现的字 所以呢因为在data里面高兴就是always就是配想笑 所以他说很容易的predict出下一个字应该要是想笑 然而如果是你把distribution放进去 因为在distribution上面高兴跟难过的distribution 几率值可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在这边放进去之后 他也会predict出想笑的几率跟想哭的几率是差不多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出现这边可能是高兴 然后你这边sample到的是想哭 所以就变成高兴想哭跟难过想笑的几率也会还蛮高的 所以这样一来你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差的output 因为他你的这个distribution 他只是估计在distribution的level 而不是真的估计在你真的生成出来的字上面 但是呢因为我们字只要一生成 我们希望后续接的token都是condition 都是give 都是要考虑前面已经生成出来的这些字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明确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decoding algorithm生成出来的这个output 直接会进来去影响后续的generation才对 因为不然我就有可能会前面生出来的跟后面 我要生出来的其实是不match的 所以distribution对于distribution的input 这样子information对于nlg来讲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因为在generation这样子task而言 你每一个token的字都非常的重要 跟他表达意思都非常的明确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生成出来这个字 去直接的影响到后续的内容才行 不然就会变得有可能前后完全不一致 变得很似不像 但是在其他任务上面就有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关系 像是如果你生成一张图 你每一个pixel之间有一点点差异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可是在文字的generation上面 一个字的不一样 其实就会差很多 所以在nlg上面其实不太适合用distribution input